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大家期待一些新的科技公司出一些新产品的时候 今年是不是一定要留意智能电话 可能更多是放在一个穿戴式智能装置上 但如果简单说 其实它们可以发挥到什么特别的功能 其实如果要以功能来分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穿戴式装置主要是有四种的功能 第一种的功能就是感应或者一些偵測的系统 体温 心跳 血压 全部是这些系统可以偵測出来的 另外一种很主要的功能 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在市面看到的 就是Google Glass 或者是一些手标式的装置 这些我们算是做一些输入或者输出的装置 无论是你给他指令或者他告诉你 究竟工作进行成什么样 或者是给你一些讯息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在穿戴式装置里面的重要一环 但是大家都知道 当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迫到一个处理能力相对比较大的器材 所以往往现时的穿戴式装置 是要配合手机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处理器的系统 去做相关的processing 这样的processing power才可以做到控制的 第四样我说的功能很重要的 亦都会发生的就是一些开关和一些功能性的措施 例如说如果你的衣服有自动调温系统的话 开关就由这个中央处理器发出指令 去开关它的发热或者制冷的功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穿戴式装置才能真正发挥到作用 可能比起智能手提电话 这些穿戴式装置更加贴身 因为有戴在手或者戴在眼上 那是不是说其实它是可以帮我们 想起我们生活上需要些什么 就是可以帮到我们在生活上 在生活上来说 穿戴式装置可以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首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每一天其实如果有子女的父母 往往就会怕BB会不会发烧呢 会不会有一些害怕或者心跳过速的现象 现在我们会用土法用手去按 或者用其他觸感方式去知道 但是如果有关的措施 是装在一件穿戴式装置被BB戴了的话 可能我们看看手机就会知道 她的心跳和温度有没有任何问题 父母可以安心地去做事 甚至在公司都可以即时监察到BB身体的状况 这些穿戴式装置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的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们开车的话 穿戴式装置也会给到一些很有用的信号 但是当然针没有两头尼 那永远有两件事 也可能有信息会干扰到你的 但是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现在不用看上去GPS萤幕那里 眼前已经会出现了箭嘴 告诉我转左好还是转右才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有帮助的 不过现时的法例 是未必容许大家在穿戴式装置的 运用之下给你开车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法例上的东西 以及功能上的需求 可能都要发展下去的 除非法律可能又再走回日常生活 但是究竟今年会令到大家觉得 最觸目的一个智能式 可以攜戴的穿戴式装置 是哪一种呢 我相信会是今年全民会发布的iWatch 苹果每一次有新产品 其实会给我们很多惊喜 而这个惊喜 会不会是iWatch 今年带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呢 我相信要看到今年 看一看究竟会怎么做 但是为了走这个穿戴式装置的这条路 其实甚至是百度的百度云那里 都特别建了一个网站 去到将它的智能健康设备平台 由一个特别的网站去做 我相信今年 穿戴式装置会影响 以及直接进入我们的生活 开始 但是始终有理都有弊 你觉得那些穿戴式智能装置 其实在运用起来的时候 最有机会衍生些什么问题出来呢 如果以衍生的问题来说 刚才我说开车究竟是给你帮助你 还是干扰着你开车的判断 就会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所谓迷思 第二个我们很关注的就是 大家都会留意到 去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宗偷拍的事件 Google Glass之类的 这样的有摄影能力的装置 其实会大大影响了类似的案件 其实老实说 你戴着个眼镜 究竟它在拍你 还是它在指示一些资讯给戴眼镜的人 其实是无从分辨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究竟是拍照还是偷拍 就要视乎戴眼镜的那个 有没有告诉你他在做什么 这个会直接侵犯了个人私隱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究竟法律会如何处理穿戴式装置 将会是未来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一集谢谢Paul和我们讲解了 穿戴式智能装置未来的发展 下一集我们会由Paul 继续介绍另外四种 2014年指标性的科技项目